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 那我们讲到第十节那里讲说 保罗吩咐他们 他们指的是这个信徒当中的离婚 耶稣在跟这些人讲 这些也是他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 这些人讲所以这些人也都是信徒 所以呢第十节跟十一节是在讲信徒当中的离婚 但是第十二节呢他就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 然后他又加了一个不是主说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意思是说 在主耶稣讲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呢 是在讲的是他面对的群众是信徒 但是到了使徒的时候到保罗的时候 有一些越来越多的信徒 但是也有一些信徒信了主 他的另外的他的配偶不见得信主 所以呢就有信徒跟非信徒之间的婚姻 所以他呢是在讲对其余的人说呢 讲的是信徒跟非信徒当中的离婚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呢 他这里讲到说 那么信徒当中的离婚是怎么样 信徒当中的离婚是什么 就是不可离婚啦 你就是信徒 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你就是不可离婚 就这么简单 如果真的离了 他这里怎么写 他说什么 不能再嫁娶了 你如果真的离了 你就不能再嫁娶别人 如果真的离了 你如果还想要再嫁娶的时候 要怎么办 你就去找原来的 你还想要嫁娶的话 你就去找原来的那个 你找原来的配偶跟他和好 所以跟旧约不一样 我们刚刚旧约怎么说 他离了就不要再给他 要回来了 不能再要回来了 不能再要回来了 那是因为他跟别人在嫁了 如果他没嫁 嫁就嫁了 他跟别人在嫁 对 他是有后夫 对啊 但是后夫又离了 可是这个心愿里面 他既然说不可在嫁 就没有后夫的这个问题 是 他没有后夫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你信徒不能离婚 如果真的一定要离的话 你还想结婚 你只能再去找原来那个 跟他和好 如果信徒放了奸淫罪呢 其中的一方放了奸淫罪 没有他们 那奸淫罪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如果没有犯到这些其他的罪 其实上帝虽然给以色列修书 然后以色列也犯了奸淫 但是后来上帝有没有在呼召 以色列悔改 上帝有没有在说 回来吧 回来吧 有没有 和西亚书有没有 他叫和西亚书的那个 他自己的太太是 犯了奸淫 他还是怎么样 还是把他要回来 所以上帝自己 虽然以色列犯了奸淫 也写了修书给他了 但是后来还是说 遭以色列悔改 遭他回来 在和西亚书 在以色列书 你都可以看到 有这样子的 所以要寻求跟配偶复合 没有别的路了 如果你是信徒的话 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要夫妇 基督徒的夫妇能够复合 意思是希望基督徒夫妇能够复合 然后呢 有没有可能呢 基督徒 有没有可能 靠着神 连你们都受不行的话就麻烦了 有没有看过在那个离婚边缘 然后真正是重修旧好的 有啊 很多啊 我们教一个牧师就那样 后来成为牧师了 是 在那个离婚边缘 还是有可能重修旧好 所以基督徒借着基督的灵 有可能重建更幸福美满的婚姻 因为在神没有 难成的事 好 靠神凡事都能 好 那么这个是信徒 当基督徒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 OK 好 但是信徒跟非信徒之间的离婚呢 就是主耶稣当初没有讨论到的这些问题 在哥林多前书从12到16 你可不可以请 正声帮我们大声一点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2到16 12到16 我对其所谓的人说 不识则说 愿某地属有不顺的七竞 七竞也情愿 情愿和他从属 他就不要离开七竞 七竞有不顺的相互 相互的情愿和他不属 他就不要离开江户 因为不顺的相互 就因着七竞 小明了 心结 并且不顺的七竞 就因着相互 强了心结 不远 你们的儿女就不 既定 难以经 他们是既 心结 与别 嗯哼 老儿 老不顺的人离开 就由他离开罢 无论是弟兄是姊妹 遇见就是事夫夫 推出神救我们 人是用我们和睦 是 神招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好 这里就讲到信徒跟非信徒当中的离婚 那么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十二节 十二节讲什么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倘若他愿意 倘若他愿意怎样 同住就怎样 你们的脑筋要动啊 OK 如果他愿意留在那个婚姻里面 并不是说你信了主耶稣 你信了耶稣 然后我就不要你了 没有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要怎样 你就要维持这个婚姻 所以呢 尽可能维持婚姻 只要为信主的那一方 愿意共同生活 你就要维持那个婚姻 但是他说 如果已经尽力了 但是那为信的还是坚持要走呢 就怎么样 所以基督徒方要尽全力的 能没有办法维持婚姻的话 那么 或者是他坚持要求离婚 或者是他要求基督徒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 好 比如说还没信主以前 你都同意我们可以换妻 你知道 换妻是什么 跟人家交换妻子这样子 以前你都可以 现在你信的耶稣居然不行 好 所以 那他就要求他去做是违背真理的事情的事 那时候 第十五节怎么讲 那就怎么样 由他去了 就让他去了 好 那么离婚以后呢 需不需要 如果想要再嫁娶的话 需不需要再找原来那个 需不需要 不需要了 刚刚信徒要不要 信徒要 那你跟未信的已经离婚结出了婚约以后 没有让婚姻复合的义务了 那么 因为神招我们是要我们和睦 什么时候会有和睦 嗯 when 什么时候会有和睦出现 when 什么时候有peace 平安 啊 事情有一个解决才会有和睦出现 事情悬在那里 婚姻 到底是要继续走下去 还是要怎么样 没有了结 和睦就不会来到 就没有peace 像那个中东为什么没有peace 因为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没有peace OK 所以呢 这婚姻不管怎么样 你要有一个了结 才会有peace OK 好 那么这是讲到信徒中间的离婚 还有信徒跟非信徒当中的离婚 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啊 来 那我们继续 离婚的特殊规定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 第五章三十二节 来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休期的 若不是为淹乱的缘故 就是叫她做淹妇了 人若娶这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淹了 OK 好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 讲到 离婚有特殊的规定跟理由 夫妇恕请离婚的理由呢 第一个是淹乱罪 OK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 也是讲到这个淹乱罪 我们来看一下 我告诉你们 凡休期并取的 若不为淹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淹了 有人取的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淹了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淹乱罪 奸淹罪 我们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同意 淹乱罪是可以肃请离婚的 另外一个暴力伤害 暴力伤害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 马太福音第二章 所讲到的 不是马太 马拉基书第二章 所讲到的 好 马拉基书第二章说 修妻跟用暴力代妻的 是我所恨恶的 OK 所以呢 强暴代妻 就是这个暴力伤害 那有人问说 只有这个马拉基书二章 这里讲到的这个用暴力代妻 是我所恨恶的 其他人有没有别的地方 有讲到这个暴力代妻的 来 你们有电脑的 要不要插一下 对啊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过很少就是了 除非他愿意了 你要知道男人 上帝造男人 力气都比较大 跟你一样体重一样身高的 好 的女人 力气绝对比你小 因为 因为上帝造女人的肌肉 就不是有力气的肌肉 好 所以 所以 先生要被太太打 还要先生愿意 一个愿打 一个愿哀 好 除了 马拉基书二章 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有讲到这种暴力伤害的 马拉基书第二章 13到16节是怎么讲 我们去请班长帮我们念 好了 文兵帮我们念一下 你们又行的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期 叛息 哭泣的眼泪 掩盖 烟花的糖 以至烟花不能 不再看过那共物 以不乐意 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说 这是为什么呢 因烟花在你和你 幼年所取的妻中间 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蒙裕的妻 你却以诡诈待他 虽然神有您的余力 能造多人 他不是当造义人吗 为何只造义人呢 乃是他愿人的虔诚的后裔 所以但谨守你们的心 所以不可以诡诈 待幼年所取的妻 因为华以色列的神说 修妻的事 可以以强暴代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悟的 这里就提到说 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 神都看见 所以你用强暴代妻 就是暴力代妻的话 是神所恨悟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 都认为暴力伤害 也是一个可以竖请离婚的理由 那除了马拉基苏以外的经节呢 基本上比较weak 没有那么强烈的 有这样子的相关 有人呢 把创世纪第六章 十一到十三节的地方 创世纪第六章是在讲什么 十一到十三节在讲什么 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他在讲诺亚 时代 好 因为有些人没有圣经是吗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那么另外有人就把这一节呢 也放进去 这一段也放进去 诺亚那个时候 为什么上帝会灭了这个世界 因为地上满了强暴 所以满了暴力伤害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两段 那我是觉得比较强的 还是这个马拉基苏的这里 有讲到这个暴力伤害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算他有淫乱罪 是不是就一定要离婚 不是啊 即使只是 即使他犯了淫乱罪 也只是可以离婚 不是必须离婚 但是如果是这个淫乱罪方呢 他懊悔归正 另外一方要怎么样 另外一方要饶恕他 要靠主的爱来饶恕他 好 圣经说他一天得罪我七次 他会回转七次 我还是要饶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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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实上 淫乱罪 大部分是男士犯还是女士犯 都有啦 但是大部分是男士啦 那犯了一乱罪以后 这个大部分是谁 比较愿意饶恕 他是太太比较愿意饶恕 男士大部分 如果他的太太 给他戴绿帽子的话 基本上他是不太愿意饶恕的 好 好 那么圣经对再婚呢 圣经对再婚的看法是怎么样 圣经有没有鼓励再婚 有 哪些地方有鼓励再婚 好 好 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九节 还有三十九节 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的地方 都有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 讲到年轻的寡妇 好 来来来念一下念一下 年轻的寡妇怎么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 和寡妇说 若他们才向我叫好 但若自己禁止不住 就可以嫁娶 与其日火攻心 导不予嫁娶为妙 好 那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七章 提摩太前书五章呢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年轻的寡妇 几岁叫年轻啊 三十六年 哈哈哈哈 四十六年 哈 四十六年 三十六年 最多三十五年 哎呀 这讲到年轻喔 哈哈哈哈 还可以生喔 所以是更年起以前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谁说没人要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 我们正在啊 那个夫妻营啊 那我们 我们就按照婚龄 我们也没问他们几岁 我们就按照 结婚年龄分组啊 就他们要来以前 我们都把他们分好组了 结果 我们把那个新婚那组啊 就是五年以下的分一组 里面有那个 七十岁的 哈哈哈哈 被分到新婚那组啊 新婚 新婚 再婚 对啊 再婚啊 就是讲再婚啊 七十岁啊 七十岁啊 嗯 请问一下 在世界上是鼓励 年轻的保护再婚 你能鼓励年轻的官夫啊 你的日果工薪 那男人比较多 官夫需要鼓励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官夫需要鼓励吗 哎呀 哎呦 哎呦 我参加过几次那个葬礼啊 哇 那个丈夫啊 真的是好感性喔 写诗喔 写歌喔 唱高歌一曲喔 念诗喔 不到一年就又生了一个了 哈哈哈哈 官夫不太需要鼓励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是以前的 好像会觉得说 寡妇最好是要贞结牌坊 哎 最好是不要再嫁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 圣经是鼓励她再婚的 好 呀不然 会有受试探 被毁谤 好管闲事 或是是夫类教会 那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七章 三十九节的地方呢 是提到说 丈夫死了 好 就可以随意再嫁 好 圣经还有哪些再婚的例子 还有谁再婚 路德 哎呀 没有耶柏拉喊是多妻 OK 耶稣的家谱中有谁再婚 马太福音第一章翻一下 还有呢 拉荷不算了 拉荷算不算 拉荷不是宰荷 拉荷是什么 是寄予 是奸淫就是了 有他马氏 有路德 还有 乌利亚的老婆叫什么 巴士巴 所以耶稣的家谱也有人在婚 OK 好 那么好 我要给你们讨论一个问题一下 不然的话你们就是 没有在动脑筋 来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就是你们最下面的问题 最下面 有一对基督徒夫妻 这个美宝跟德贤在闹离婚 两个人都没有犯奸淫罪 但是要离婚的理由是个性不和 请问你以后要当牧师哦 教会要怎么处理 然后第二个问题 如果两个人都很坚持 然后已经离婚了 那么不久以后德贤想要再婚 那时候他离婚的前妻还没有再婚 教会要怎么处理 两个问题 这是你们很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好 因为现在这种离婚率越来越高 好 那常你们很可能会遇到 所以两排这样一起 一起 然后你们一起 两排一起 讨论一下 你们两排 那你们两排 那个 你去到那边跟他们一起 你到那边跟那一组一起 最后面那一组 这是一个教会的表态 然后那个 尽量就鼓励他 就是磨合和好 就不要走离婚的这条路 但是我们现在内部也有人说 就是说真是要离的话 足足教会有这一条 但是我们 但是教会整 但我们内部有提到 真是要离婚的话 足足教会 要把他赶出去 要是个意见 但是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想法 好 所以你就说 教会的立场 你们觉得是不让他们离婚 尽量让他去 让他复合 让他那个和好 如果他真的要离婚 我们也就形成两个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他们 就是沉默了 就是这两个离婚的人 就继续留在教会 另一种意见就是说 他们真的要离婚 可以在教会以外去离婚了 也就是说等于是他们自己 教会以外去离婚的意思 就是让他们离开教会了 因为这样的话 没有好的见证 你教会没有好见证 你牧师没有好见证 最后丢脸的不是那两个人 是牧师丢脸了 因为这个题目 他说的是呢 就是说 假设你是牧师 你们会众当中出现这种情况 承担责任的是你这个牧师 就是说 不是叫人家走 就是说 你牧师想了很多办法 叫他们复合 他们肯定就离婚了 就是离婚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假设他们两个人 就是一定要离婚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那肯定在教会以外去离婚 他这个理解我们三比一 我们三个反对 他一个是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OK 好来 第一个问题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 其他的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 要给他们 就是 我觉得当牧师最好是 不要一见面就告诉他们两个 你们一定不可以离婚 最好是要婉转一点 因为他们对 已经闹到这个份上来 来找牧师 可能就 其实就是想 要牧师给个promise 就是OK 你们可以离 允许他们 对对 其实就很明显的 所以牧师我觉得 应该婉转一点 就是说 要把他们的时间拖长 就是说 最好就是建议他们 最好你们有半年的 就是考察期 大家再冷静一下 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 你们可以 就是带 可能认真的 再考量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离婚 那么你要告诉他 你们离了就不 就 就 就很难再走回来了 所以那个接下来呢 就是要 要找一个好的牧者 或者是夫妻 去推荐给他们 去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想办 就是 我觉得就是要把时间 拖长一点 往往可能两个人 就是时间拖长 不可以分居 让他们还在一起 磕磕碰碰 也许两个月之后 就好了就没事了 也有可能 如果越来越坏呢 就是要找夫妻 来辅导 或者 一定要找 你们上了辅导课 你们知道 不辅导 他只会越来越差 对 他不会越来越好 因为他就是 一定会掉回去 原来的那个 互动的潮就里面 还有没有第一题 还有没有其他组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来 给那个 我还想补充一句 就是说 不管离不离婚 绝对不可以 赶出教会 隔出交集 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你赶出教会 人就会越来越坏 你在教会里 还有辅导的机会 你赶出去就可能没有 对 就是对个人来说 假如说已经离了 有一个人留在教会 你也不能赶出去 如果赶出去 可能越来越 越来越坏 所以这我的建议 好 还有没有 有没有 慧娟这边 慧娟 我先讲 你再补充 好 来 我们这种看法是说 当然先找来谈 说问题在哪里 先了解她们夫妻的问题 说是公婆 或是四孩子的问题 什么问题 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她们 有一些建议 或怎么样去解决她 然后也让她知道 圣经上是怎么说 这个真理一定要教清楚 因为有些人 基督徒搞不清楚状况 他只是信了几十年 搞不清楚圣经怎么说 让她知道圣经在哪里 哪一个章节说什么 让她知道说 神所配有不可分开 还有各方面相关经文 让她知道 然后呢 请她们呢 互相给对方一些时间 延后就是做这个决定 那中间让她做一些事情 所谓的辅导 带她们 请她们去参加一些营会 像老师讲的夫妻营会 或其他的营会 我觉得其他营会也可以 因为主要是让她们 come down下来 然后把她们各自 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在凌晨上 有点长进 这样子就不会 focus在她们夫妻的问题上面 然后呢 等她跟神关系 如果有进步的话 我想 maybe她们看法会不一样 彼此看在对方会不太一样 然后把她们带到神面前 那另外还有人建议就是说 甚至给她一些 有益的DVD 像那上次那个fireproof 就蛮不错 可以给她看 那里面就是有一个男主角 她就是 就是找比较柔和那一方 类似这样去做 比如说夫妻里面 也许老婆比较温柔 她比较愿意挽回的话 请这一方来做一个 所谓的40天或几十天的一个努力 做一些 为对方做一些事情 这个店里面看过吧 为对方做一些让她可以感动 或是可以挽回她的一些事情 因为店里面那是成功的例子 那我想说这可以让她们做 这是我们小组的建议 还有吗 神的话已经跟她讲了 好 还有吗 第一题 第一题而已 就这样看好不好 这样讲 不要这样看 好 来 英明 我觉得吴医师讲的重点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如果她们不来找教会 那你跟她说什么 她已经没有 其实我觉得 重点在说 因为她们这一题的重点 考题的标准难 第一个就是她们还没有奸淫 还没有奸淫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她会来找教会还是不会 如果她来找教会 那你可以成为她的第三者 可以关怀她 如果她连教会都不找的话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 成为她的第三者 愿意她来跟你讲 如果她连讲都不跟你讲 你还跟她扣个大帽子说不可以离婚 她根本什么都不会相信 她不会相信 她不会相信 因为 因为你 你一定要变成她的第三者 她愿意来跟你倾诉 你才有机会解决她的问题 我觉得吴医师讲之后 第一个她要不要来教会 如果她连教会都不来的话 教会一定要想办法成为她的 你还要去找她 对 但是我的意思说 这个重点在说 她来还是她不来 如果她是基督的 如果她是基督的话 是会有真心悔改 她不会 她有基督的灵在里面的 就是她可能她的真理不不清楚 你还是要 她有敬会神的话 她就有挽回的机会 好 所以是有挽回 因为他们还没有换监狱 那她要不要来教会 那他如果不肯來的話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找他 要有愛心去找他 好 來 另外後面還有兩組還沒有講 來 傳過去一下 好 來 好 好 等一下 基本上可以從兩方面可以幫他們 第二方面叫同理心 同理心 非常地重要 如果你當一個牧師 當一個輔導沒有同理心的話 第一句就把他談回去了 因為他們的故事裡面很多痛苦 很多苦 都有不同的期望 所以我們聽完之後 Be up the relationship 不是confirm 不是punishment 讓他們understanding 他最重要要有一個understanding 了解他們很重要 第二點就是讓他們覺得 去哪個地方找你的時候 有一個safety area 容易將他們放在裡面 然後他們可以慢慢 break over 他的問題出來 是 他們夫妻兩個都對你有信心 有安全感 他們才敢講 最重要可以幫他們是 fine out the support group and other thing is to find a counselor 是 如果牧師不能夠 first step as all 就 refer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 如果牧師自己沒有空 以後你如果牧養教會 會有很多像這種救火的機會 夫妻吵架啊 你可以當時去 可是呢 你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你要訓練童工 可以有同理心 可以去陪他們一起走 童工如果有他的限制 做不了太多 就要refer 就要refer 轉介出去 去找有這種輔導的經驗的人去做 好 很好 很好的建議 來 那邊還有一個 我覺得你已經做了 這個不代表我們小組 這只是我自己的 是 是 一點想法跟意見而已 就像我們現階段的 像我們去傳道 我們講現在不是那個什麼 比爾 傑克森 他說什麼城市獵人嗎 當我們去傳道的時候 我們先禱告 是神要我們往哪個地方去 會遇見什麼人 在意象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就直接去 現在的傳道 就是說傳福音是鼓勵向轉向這種方式 那我覺得說 不管他有沒有犯監營 我覺得在教會裡面 其實現在是很推廣小組教會 比如說像有類似這種 小組長他是一定要往上報的 比如說他可以到 就是教會裡面的 醫治釋放的事工 那就是真的是要 因為我在想 就是像兩個人處久了很多 生長背景啊 那種帶出來的問題 問題名裡面的問題 其實就是表露出來以後 就是在魂裡面 還有肉體裡面 就會產生這種 就是像這種 鬧得不可開交的這種 那就是需要就是說 真的是第一步就是 有人來為他們做這個禱告 就是真的是要 怎麼講就是一致釋放 以後我覺得才有 像說類似像什麼夫妻營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來跟進 那才有辦法說 真的是連那個根都拔掉 嗯 OK 好 很好 禱告是我們基督徒的一個全柄 那我們真的是要知道 怎麼使用 好 第二題呢 接下來 你已經盡了力了 你叫他 你也 圣經也翻給他看了 你也同理心了 他們也半年 已經堅持了 可是到最後呢 他們還是離婚了 離了婚以後呢 這個先生呢 他就是想要再婚 他覺得一個人過很孤單 但是他的太太還沒有再婚 那麼那時候教會應該怎麼處理 來我們再換第一組 請舉手 請舉手 好 你再推一個 那個 其實在現實的環境裡面 也看過 是我親身很好的朋友 他 夫妻都 就是說 丈夫患了監營 可是妻子願意 真的是夫妻兩個都願意成長 然後他們反而比以前 就是未監營之前的婚姻更美好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這個 在第二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婚姻其實很重要一點 就是在個人的成長 如果個人的成長 兩個都是比較成熟的人 比較健康的人 其實婚姻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會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問題不再是成為 他們之間婚姻之間的 這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還是在於個人成長 所以如果俊德 他還想要再婚的話 那我覺得 我可能第一個 我會問他說 德賢啊 不是俊德 我自己亂改 那我會問他說 你在上一次婚姻當中 你學到了什麼功課 那你自己覺得 你在上一個婚姻當中 你看到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嗎 你的責任在哪裡 那你想要再婚的 另外一個婚姻 你的藍圖是什麼 有沒有準備好 對 你有準備好 那你還是只是想 為了結婚再婚 因為我知道男人 就是說他們對結婚的 那個需要比女生 就是說在某方面生理上面 他們的需要比較大 性的需要比較強 對 那所以在這些問題裡面 這個男生 他是不是可以回答 而且他是不是很清楚看到 他在上一次婚姻中 他所學到 他有沒有成長 那才會知道他 再婚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會成功 因為人家也 經過輔導也說過 再婚的那個離婚率 比比前一次還高嘛 就是因為沒有成長 那如果說 如果說德賢 他是真的經過 經過自己的反省 他成長了 他想要一個很好 成功的婚姻的話 那我想 這個Message也可以跟美寶 就是說我們還是建議 他能夠再婚 如果美寶還未婚的話 我覺得教會還是應該鼓勵 跟原配再結合 如果那個 但是美寶也需要 我想他也需要成長 他也需要可能 婚姻中的一些的受傷 也需要再被得到醫治或幫助 所以在這當中 我覺得教會可以做一個調和的工作 如果美寶他也願意再 再更認識 然後再跟德賢 再有進一步的交往 我覺得教會可以幫忙 對 我想主要先從俊德開始 因為他想再婚 所以我們可以從他來 來做一個 對他上次婚姻的一些的 一些的就是 借著這個機會來跟他談 是 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的回應 趕快 有沒有其他的回應 其他組第二題 好來 我只是 第二題 我們小組還沒有開始討論 但是我自己想 我們第一題討論的太久了 我個人的看見 我覺得就是 教會還是 應該用各種的辦法和 希望他們就是 能夠復婚 如果這個 德賢呢 他是已經有女朋友的 才要再婚了 已經有確定的女朋友 另外一個女朋友 對呀 就是那 那教會肯定要鼓勵德賢 給他這個女朋友 穿福音呢 哈哈哈哈 兩年就變三年了 不是 就是 我就是說 如果已經成继承事實了 教會的前提思想是 希望他們復合 但是如果這個 但是這個不一定你能做到 在這個做不到的前提條件下 那麼德賢已經有了女朋友的話 如果是基督徒 那是最好 如果不是基督徒 就讓德賢 給他這個妻子來傳福音 希望就是 這個前提是希望他那個生命有一個成長 婚姻觀有一個成長 但是他能多結一個果子 對教會也好 哈哈哈哈 這是我想到的 對 那那如果人家兩個人一定要結婚 你教會一定要給他的一定是祝福 而不能說是我不同意你們結婚 所以你 對 其實女朋友講到重點 就是德賢他就是要結婚了 他現在有一個女朋友他要結婚 那你要怎麼辦 教會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你說好那你不能跟這個女朋友結婚 你必須要再回去你的太太 跟你的以前的前妻結婚嗎 其實我認為教會所起的作用 不能像當年的那個當年的教皇和教廷起的作用 用那種世間的權力來強行的要人來做什麼 你只是給他指指出來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但是你的選擇雖然不是最好的 但教會我相信神也一定會祝福他們的婚姻 因為雖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人神給我們自由選擇的意志 但是我們教會還要站在神的這個角度來祝福 復婚的前提下 那麼德賢已經準備已經有了女朋友 並且已經準備好了再婚 那麼我首先如果他這個女朋友還沒有信耶穌呢 首先是教會要鼓勵德賢為他傳福音 這個是最重要的傳福音 那麼一對 那麼他傳了福音就是一對基督徒的再婚 就是也許那個女朋友是再婚也許是不是 來來不要一直笑 你們有什麼話趕快說 對 最人意 傳福音永遠是大使命啊 永遠是大使命啊 你離了婚之後 你就可以跟一個 基督徒結婚嗎 你離了婚之後 你就可以跟一個 信徒嗎 我覺得 傳福音永遠是有身分根據的 我跟你講你傳福音哈 他們結婚以後搞不好不久又離婚 你會傷害另外一個人 如果在婚姻裡面沒有成長 你只是傳福音他信主了 你看他跟他原來原配也是兩個基督徒哦 所以你不要光要教會的人數增長 生命沒有增長 那是很可怕的事 那是又傷害了另外一個婚姻 我們談的不是傳福音的問題 我們談談一個情況就是說 兩個人離了婚 離了婚 這個男的想在婚 在婚的時候呢 你的意思就是 跟另外一個信徒或者是傳福音之後 他變成基督徒的人就可以結婚 但這個有沒有聖經的根據啊 不是 這個有聖經根據神 根據在哪啊 我跟你說嘛 神說得死不得死 誤要傳福音 哎呀 不是傳福音 這人老是怎麼扯 哎 哎 今天不是宣教課 不是宣教課 好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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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過去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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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嗎 OK 如果在這個situation裡面 如果他們從幾方面面對 如果是China's culture 同他來講 照顧裡面的觀念 先同他講一講 我們的立場就是應該這樣講一講 告訴他 因為他們覺得 就是我們的觀念 但是要尊重 尊重他們的決定 因為他是 他是Personal Right 人權 還有他們的確定有他們的 的觀念裡面 所以我又不是贊成 一應同 但是告訴他危險在哪裡 是 困難在哪裡 如果他決定之後 後果有困難 但是 自己負責 對 但是 In the church situation 我們教會一定 support 鼓勵 從不同的角度幫助 support 不是當然用宗教信念上 又同他們覺得是 make a friend 所以基本上 如果這個離婚的基督徒的話 他想要再婚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在星期觀念禮拜來講 不贊成 不贊成 但是在人的方面裡面 我們要尊重 鼓勵 他們找得尽可 就是違反了聖經的原則 離婚的話 可不可以再婚 可不可以再婚 所以他的 the crisis在哪裡 對 雲浩同他講 也要承擔 all the result 是 罪的後果要承擔 嗯哼 不是 但是在church來講 不是confirm 不是take it out 也要同他講 anytime open the door 如果他有悔改 沒有面對的時候 all the time they just support 是 好 來 這邊還有沒有 請記住 你們怎麼只是笑而已 不會 不講的 好來 對不起 我再講一點點 那個 沒有 剛剛聽到大家講 其實我覺得這個 Tony他講得也很好 因為他前提就是說 他也就女朋友 那我從頭講起就是說 如果是我來處理 如果是教會的那個 服事的人 我來處理的話 就是說他們 全體已經告訴我們 他們都沒有犯奸淫 然後最後也堅持離婚 沒有輔導過 然後離婚之後呢 男方覺得說 他想要再婚 那當然我們現在 去了解說 他想再婚 他的動機是什麼 嗯 那就是說 當然 也許他有生理需要 什麼需要 或家裡有媽媽 有在給他一個什麼要求 然後我們去了解之後呢 當然我會 要是我的做法 我會先還是一樣 聖經先讓他知道 聖經的真理怎麼教 離婚的人 聖經有怎麼教導 包括那個師父 他們有怎麼怎麼寫 那當然講到說 不能離 那離了要再婚 他有講說要盡量 以前就是原配喔 對不對 有這一段嘛 讓他知道之後 然後問他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現在可以 要不要試試看 跟你的前妻再約會看看 也許你的前妻已經改變了 讓他當初 我一定有某些地方 跟他不合 我幹嘛跟他再結婚 那就是說 你現在凌晨都不一樣 兩個都不一樣 有改變的時候 看能不能兩個試試看 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樣 約會看看 如果對方願意 當然就沒問題 就約會嘛 那如果說他覺得說 我已經像他講了 我已經有 老師剛剛講 我有一個不錯的女朋友 比如說我覺得他蠻好 我想去追他 或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先搞清楚 他們的關係到什麼程度 如果只是在想而已 或是說只是泛泛的一個交往 還不是非他不娶不行的話 那這樣的話 請他在他跟前妻之間 再去做一個 禱告禱告 然後再去交往看看 兩個是不是前妻更適合他 如果他堅持覺得前妻已經不適合他 他要取那個新的 好 那就來做 我現在不考慮他是不是基督徒 如果那個女朋友是基督徒的話 那就下一步就是做 那個婚前輔導 因為我覺得婚前輔導 上次我來聽過 我覺得婚前輔導可以讓他了解 這個 這個對象是不是適合他自己 有時候自己不了解 他以為說我再取一個另外一個 會比原來更好 那讓他去做這個婚前輔導 這個測驗 讓他去做 反正做 經過這個時間輔導之後 讓這個德賢 他就可以知道自己的 原來他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女人 嗯 可能他搞到最後覺得 這個還是不適合 我好像我前妻比較適合 嗯 也許他會這樣的發現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說 盡量從上班去做做看 可能可以讓他成功讓他離開那個 就是說 回到他前妻的身邊 再重新謀合開始 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想如果最後測驗發現 那個真的是不適合他 真的是新的女朋友比較適合 我想教會只能說 告訴他真理是這樣 但是你一定要堅持最後 而且結果是覺得那個比較適合你 嗯 而且也做了測驗 做了輔導 嗯 那就祝福他們 是 不要趕出教會 祝福他們 另外還有一個 一個 一個問題會出來 等一下再講 來 好 我們講完 哈哈哈 我簡單講 就是第二部 要去輔導那個美保 嘿 美保 OK 這樣 好了 來 這樣講就可以了 那個我們去年好像有上過基督教倫理學 所以方正銘牧師在這裡面給我們的教導對於基督徒對離婚的看法是這樣 我是代表他稍微 summarize 就是說 他的看法就是聖經有很清楚的教導有兩種情況 可以允許離婚 剛才也稍微提了一下 嗯 但是教會的立場是每次碰到這個的時候 他希望我們傳道人 不要在言語上面 模擬兩可 讓我們自己的立場跟真理失去 至於方法 大家剛才都提了 什麼同理心啊 安慰他啊 那個是方法 但是真理上面的堅持跟清楚 是我們做傳道人要很清楚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第一次的離婚是不合聖經的真理 你後面的結婚就是不合聖經的結婚 這是他的就是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的離婚當初是有合聖經 至少剛才那兩種的時候 你後面的再結婚 教會就絕對會接納你 那這次方正銘教導我們 做一個傳道人你要很清楚的東西 你不需要去模擬兩可 為了怕傷害他說啊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方法倒是可以用很多的輔導學的方式 來幫助他度過這一段 他猶豫不決 或是他覺得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個人今天上課的目的 但是真理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他來要告訴他 教會的立場 只有這兩種情況以外 是不希望你們離婚 這是教會的真理 至於方法呢 那就看你們的功力學到哪裡 好 假設 假設他們就是不合真理 不合聖經的原則 離婚在那兩個原則之外 離婚了 然後他要再婚 他要再婚的時候 然後你說 好了這個我們的罪 都是可赦免的罪嗎 不是嗎 是不是可赦免的罪 所以他說牧師請你幫我證婚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以方牧師說法是 他是不會證婚的 他不會幫你證婚的 他不會幫你證婚 所以呢意思是什麼 不祝福他 他不介入這樣的婚姻 但是他不會去強迫他不能結婚 但是這些人是不是意思 他就是不能再 不能得到任何的祝福而結婚 他可能可以去找那些 在座的傳統人 到底要怎麼樣 如果他已經不合真理 而不合聖經原則而離婚 然後他現在又要結婚 然後他說牧師你幫我證婚 你不證婚 然後你要怎麼辦 你說這個人會怎麼樣 他會不會再留在教會 他不會留在教會 所以他怎麼樣就流失了 他就流失了 你說他會再回來嗎 回來以後的機會很比較難 別的教會嗎 有些教會 有可能都不去教會 有可能就不去教會了 所以你看傳道人是真的是有很難辦的時候 老師我分享一下 我覺得如果我是那個牧師 我還會給他做證婚 要給他們的新的婚姻來祝福 因為是這樣 其實如果犯下的罪 他自己會來承擔 但是你你作為一個牧師來說 你代表的不是你人的看法 是代表神的看法 我覺得一段婚姻 如果他 雖然前面他有很多的罪 我想耶穌他 耶穌都可以為定死他的人來 求天父來饒恕 這個罪我相信 只要是神也會饒恕這個罪 但是這樣會不會變成沒有原則 教會變成沒有原則 那到底怎麼回事 什麼時候可以在教堂裡面證婚 我的領受是這樣 其實人永遠做不到神的標準 只是神給了我們最好的選擇 但是神也給我們自由的意志 就跟我們可以選擇信耶穌和不信耶穌 只有你有自由選擇的前提下 你選擇信耶穌 你才是真正愛神 所以婚姻也是 神不會強迫你和一個人 你真的覺得很痛苦的人站在一起 神也給你自由的意志 但是這種罪你是要自己承擔的 所以我覺得作為教會的牧師 哪怕他這個婚姻是十惡不十惡的 是有很多的罪在裡面 你還是需要用神的愛 神真正愛人的心 愛靈魂的心來祝福他們新的婚姻 祝福他們在這個婚姻裡 有一個美滿的生活 並且也要真的是輔導他的前妻 並且他們這段婚姻 最好是讓他們夫妻在你的教會裡 你可以持續的輔導他們新的婚姻 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多教會面對的一個難題 因為你變成說 那有沒有教會的最高原則到底是什麼 那像這樣離婚再婚呢 那是不是也還是在教會裡面 教堂裡面證婚 那麼有些呢 教牧師呢 他們是跟同工裡面做的決定呢 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情況就是不在教會裡面證婚 到別的地方證婚 但是呢 就好像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好像有一個 不一樣的標準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真的是沒有說正確答案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有些老師講說他如果離開 其實教會裡面本來就是有杯子跟麥子 有些人他本來就不是真正的成為基督 就是不是真心的真正的悔改信主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敬畏神的話 他不會不遵守 他不會是不以基督為好的手心 OK 好 所以你還是見到這個原則 我們有很好的這個腦力激盪 我們來看看我給你們的一些原則 哥林多前書第7章24節說 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在神的面前要守著 如果過去違反聖經原則 而離婚的基督徒 到底可不可以再婚 如果他呢 之前 信主以前 他是多妻的 那現在信主了他該怎麼辦 全部都選一個 選一個最漂亮最年輕的那個 最喜歡的那個 他如果有多妻然後他信主了 現在該怎麼辦 先認罪他認了 然後呢 然後那些這麼多的妻子怎麼辦 你說哪一個啊 哈哈哈哈 那麼我聽到一個他那個見證 他是說他到這個非洲那邊宣教 然後在一個村落裡面呢 他們都是多妻的 然後就宣教了以後就 都信主了 求長先信 就好多個通通都信了 信了以後呢 他們全部都多妻 所以這宣教師就跟他們講 你只能留原配 其他的全部都送走 連小老婆還有那些生的兒女 全部都要送走 結果呢 一下子 街上多了很多的乞丐 孤兒 這些人沒有謀生的能力 全部都在街上 他就覺得他做錯了 蒙招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他就要守住 婚前在 在信主以前 他如果二度離婚 然後他現在 信主了 他要去跟哪一個妻子復合 他信主以前離了兩次婚 然後他現在信主了 你說好了 按照聖經的原則 你必須要跟前妻復合 哪一個 哈哈哈哈 我覺得兩個 有一點必要 哪個比較好 就去找哪一個 因為有可能前面 已經有家人了 是啊 你沒信主之前 你離婚的那些 那些 這個佛羅說的時候 對兩個都信的人 嗯 你沒信之前 離婚的那個女的 那兩個女的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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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蒙招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就要守住 OK 是 好 信主前或信主後 所犯的罪 如果是毀罪歸正 神有沒有赦免 有 神都赦免 神都捷徑 洗清 都赦免 那麼主耶穌 饒恕安慰以後呢 在教會當中 要不要恢復他的正常地位 要 教會的信徒 我們等一下要談 我們等一下要來談長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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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中的正常地位就是他的信徒地位 罪 罪 赦罪 罪蒙赦免 犯罪的人 罪蒙赦免 姬女拉合 是犯罪 犯淫亂罪 跟薩門結婚 他也在耶穌的家譜裡面 OK 大衛 跟巴士巴 大衛犯奸淫罪 謀殺罪 巴士巴也犯奸淫罪 他們有沒有蒙神赦免 有 有 使徒行傳第十章十五節說 神所捷徑的 人不能說不捷徑 誰可以丟第一塊石頭 蛤 那個正在犯奸淫被抓出來的那個婦女 大家說 問耶穌說 好 我們要怎麼辦他 耶穌在地上畫一個圈說 誰沒有犯罪 誰可以丟第一塊石頭 最後有誰留下來 因為耶穌 耶穌的恩典大過我們的罪 所以我們不要去丟那個第一塊石頭 我們要想想我們在神的眼中 我們有沒有比大衛還要好 我們有沒有比巴士巴還要好 我們真的在他們的情況之下會怎麼做 那麼 所以神 所捷徑的人不可說不捷徑 那麼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有一個小主教會在香港 因為在錄影所以我不能講那個名字 OK 還蠻大的一個牧師 那麼他也離過婚 這樣是幹嘛 你們知不知道 有很多傳道人都是離婚後去傳道的 離婚後去傳道的 離婚後去傳道的 我們教會來了就很受歡迎 然後也講得很好 然後有一堂課 我就記得很清楚 他在台上他說 我離過婚 結果我們主任牧師在下面 你是信主以前離婚的喔 不是 我是基督徒的時候離婚的 你們知不知道 有人知道他 OK 他是信主以後基督徒跟他的老婆離婚的 現在很被神重用 好 是很興旺的一個教會 那你要怎麼說 那是可以問他是他先要求離婚還是他被離婚的 很 很好的問題 那麼他呢 是他的太太范姊瑩 他太太有外遇 OK 但是問題是聖經怎麼說 聖經說你人七次得罪 你一天七次得罪 你都要七次原諒他咧 蛤 但我覺得牧師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要得 都可能得救 不一定百分之百都 神用的器皿 是 就是神可能是一個粗口 他可能因著他的工作可能很多人得救 是 但這個器皿得不得救 是 取決於他的罪和他和神的關係 不一定當牧師都得救 我覺得不一定教皇都一定得救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關系到是他自己個人的問題 和他的事工沒有直接的關係 個人的問題 請問他靈魂的時候當牧師了嗎 沒有吧 這點我倒是不是很懂 但是我知道他是 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蛤 太太就是 太太也結婚了 他也結婚了 他也結婚了 也生孩子了 蛤 這個重不重要嗎 蛤 是啊 他說他真信主啊 可是他就是犯罪了 但是神就是饶恕他 他有沒有真的悔改 剛剛 其實 這個語彭說 不一定他有得救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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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是 所以呢 他是不是一個真正悔改的人 我們知不知道呢 聖經是怎麼說 蛤 聖經是怎麼說 真正悔改的人 可以看從他的生命的果子 可以看得出來 蛤 那麼他生命有沒有果子 有喔 有喔 那他有沒有認識他 他罪的嚴重性 有喔 他說 他覺得他犯了很大的罪 他非常的傷心 他的這樣子的罪 他知道那個罪是很嚴重的 他也看到罪帶來的後果是什麽 他也看到他的孩子 因為他們離婚所帶來的後果 有 所以他有認識到他這個離婚的罪的嚴重性 OK 然後呢 他有沒有很感恩上帝赦免他 有啊 他也很感恩上帝赦免他 然後他的生命 然後他的生命 就有沒有結出那個悔改相撐的果子 他有改變 有成長 那麼是不是他教會裡面通通都是那個離婚又再婚的人 去的 不是喔 不是喔 他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罪 他自己吃到了那個罪的果子 他知道是很痛苦的 是給相關的人帶來很多的痛苦 所以 他在他的教會裡面就非常的強調婚姻要成長 婚姻要彼此滿足彼此的需要 所以在他教會不是所有通通都是那個離婚再婚的跑到他教會 而是他們有重視到婚姻的重要性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什麼樣是一個真正悔改的人 好 我們是不是把暖氣給關了 越來越冷 因為要下課了 好 罪是可真的 但是神的恩典大過任何可真惡的罪 阿門 阿門 王馬書五章二十節 我們看一下我們就下課 我會知道 你喜歡等我 小朋友 你先過啦 我 corner了 你走 你 Caribbean 在那裡 你 你 我